三个中产党 今天我们会继续讲施政报告的另外一些部分 之前我们说了最多中产关心的就是放股案件问题 另外一个是牵涉到很多房屋的东西 其实有深深深很多东西 包括再推移租资公屋计划 其实有几万个单位 一样东西一直都在卖 如何再推移呢? 一定是加了一些东西 但就引起很多争论 一直都可以卖 但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些原本凍结了 其实现在一刻仍然是未允计这个措施之前 仍然可以买到公屋 有一些是可以买到的 所以仍然是可以买的 当然不买的原因就是 因为我都预计了你不会趕我走 为什么要买呢? 你从来都是怕被人趕走才会买的 有一个问题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我的身家已经过了那个限量 你是可以扔我走的 跟你这个有关的 你能扔我走的 所以我却迫着买了 我才说我离开户口 我已经离开户口 另外就是 我说是很复杂的 其实你就算过了一下页 也有很多方法 可以给你过的 你有很多麻烦 全部过了一下页 是 脱名 你可能会搬小一点 交市值追 如果这么麻烦 现在就已经买了 就不会很久之前买 就不会等于加退才买 然后那些人就说 是卖证的 是 但是好像 退出了那4万个 后来不准卖之内 就是那些单位规定 总之就是不值一提 第二就是 我说会加退那些 过渡性房屋 接着又说 当然现在最多人关心的 就是引用这个土地收回 收马的资亦 因为它有两个部分 刚才我说的是房屋 接着就是一堆土地 土地的时候 我很熟悉 因为我一直都有写文 有看这里 其实包罗曼有的 什么都有的 它主要讲了三个方法 如何增加土地供应 一个就是引用收回土地条例 就是说 别像是民建联成功争取 争取了在资政报告上面有提 有数地收回条例 这几个字 但是从来 你声报写了东西 落不落实做呢 是两样东西 就是两样东西 你不做不会打他 他都不知道一分钟 他说完出来后 可能他半年之后落荷来 不知道什么事 甚至我记得 梁尚英也说 有百分之几十的 近几九十几的 施政报告 那几个百分之就是这些 还有责任权 所以不是说口供口陪 他有说收地 收地那里有一堆东西 有些说他已经规划 收地从来要合乎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公共用途 现在政府心目中的公共用途 已经是很宽的 包括建公屋 除了建公屋之外 陆子居也是 居屋也是 就是收到地 用来建陆子居 或者用来建居屋都可以 居屋真的有点窄 陆子居你问我 他也是将租资 延伸在新的公屋里 始终都是内部流转 居屋真的可以外人买 但不止包括我 这些都叫公盈房屋 公盈房屋以外的 首置 首置盘也算是可以 这就等于基本上变相 所有的 说得很松 因为首置盘的门栏 已经是香港八成人可以遇到的 你和公开售卖 已经是只差一步 是的 都可以考虑用 土地收入条例 这是第一个点 他在里面提及了很多地 他打算会研究去做的 有些是新界的棕地 有些是市区的地道游 这是第一个计划 第二个就是之前提及的 之前提及的共享土地 即是自然的公市合营 现在就叫做先度共享先度计划 又是说会积极做 这个是另一个他会做的 他也积极了很多次 去年说完之后 没什么做过 我觉得他也有很多次 今年再说一次 等于不是不见了 在我先报告里面再写多次 第三个就是说 他会真是会 我写了很多 加快一些基建 加快一些基建的话 这个意思就是 传统的做法 地产商 土地区有者 在私人手上可以申请改划 然后如果多基建的话 那你的 就能加高一些 即是先基建 后审批 不是你批了地 决定起楼 才起基建 对了 其实是传统的做法 他只不过是说 他愿意去加快一些基建 的配合 三样东西都有的 OK 所以最终开哪一份 做到哪一份 他就说 我一样都会试试做 但是我觉得 在讨论的 都好像林郑的风格 每样都做少少 通常每样做少少 就是什么都做不到 我想大家 拿出来讨论的就是说 尤其是他第一个做法 的时候 土地收回条例 土地收回条例 因为这件事是 去年的司令报告没有说 其他那些 一直都大家在做的 只不过是快慢的意思 他说到 再加上他 他去年节的时候 说将这个公私营房屋 新建的比例 由六四 即六就是公营 四就是私楼 变成七三 究竟他 说了 六四变成七三 然后就说 公的那些 那七成 就可以透过 收回土地来得起 然后就算不是那七成 另外那三成 首次都可以收回地的话 那么这两个 七成 首次是另外三成里面的 就是不当公营的 就是十成全部都可以收回 是 就是理论上 他的说法 我问的问题就是 他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 他其实是不是就是说 内地又说 国进民退 香港的楼市 他是不是搞国进民退 如果是的话 是不是违反基本法呢 就是基本法的话 你说要50年不变得最低限度 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 现在很不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 如果他真的这样做 你觉得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 就是 基本法 我这么说 第一就是 基本法也是一个样子 就是 你怎么去解释 人民解释 就是维持收资平衡 都可以一年赚 一年赚 或者几年赚 几年赚 都是收资平衡 那么 国进民退 都是任他怎么说的 你如果 你如果做了一些首置的话 然后我收了你回来 再卖给一些人民的话 那也不叫国进民退 我收了你的人民 这些叫逗地主 我觉得 不是叫逗地主 不是叫国进民退 现在你在有钱的 收了回来的工 工作就派给人民 现在你全部卖的 你不是公屋 居屋 首置就收了钱 是不是 都不是叫国进民退 这方面就算不是国进民退 都可能中了 他引用收回土地条例 是不是公屋用途 这个是不是公屋用途 这个一定是打官司 是的 但是 但是我又要这样说 就是从之前 他说用这个土地收回条例之后 那些地产商立刻就捐地 你就发觉 他是倾向用土地收回条例 作为一种威嚇的手段 就多个是真的会用的 因为我想他都是 其实我和周英大师一样 最好你就用 立刻就看官司怎么打 很快大家都知道 你法庭怎么判 你就知道将来土地政策怎么走 大家不打 个个都是自己 勇定出来 那你就发觉 原来不是 有时可能他们已经谈备了 现在就拿出来 当然拿出来也有用的 如果拿出来反复 我可以立刻用 我觉得就是这样 就是在今时今日 这个叫做港难当前 我想他们 我想地产商都 大家都劝语了所有这些东西 我想 已经土地收回条例 牵不牵不牵打官司 我想他现在说到都不会打官司 就好像当年 荣耀人 唐军燕 唐英尼阿爺 我自动把我的身家捐出来 其实都没有办法 到了这个地步 捐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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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一谈数捐多少 又或者要让你收到的话 法律上 除了说是公共徒徒之外 另外一个会打开打的 打官司吵架的就是说 究竟你的赔偿是不是市价 这件事也是海藏的 我想这样说 现在是谈好了 已经不知 现在那些东西 八战商都没有眼神干净 可能是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给你了 已经不存在 其实我这样说 我都说我和Henry 我们从来都赞成思想商 土地收入条例 对了 但问题是 现在 谁反对土地收入条例 或者谁赞成 我觉得就是 你不能够一路说 赞成私有产权 一路就用土地收入条例 就是说 我觉得 这件事不是挑战基本法的那些 整件事很不专业 什么是专业 你打算实施一行措施 你一定要限制自己 我为什么要限制自己 我就是令你安心 这些就是很大陆式的做法 我喜欢怎样做怎样做 你就要估计我怎样做 香港以前不是这样 香港政府现在要推行一个措施 可能要没收一些东西 他说明我只是没收这些东西 其他你放心 这些我不会保留你 刚才我听准备准备的说法 我现在就完全开启了 但他又反过来说 你放心吧 你看看施政报告 其实有说 有几个地 他会做土地 他会做土地 然后朱海迪就很生气 因为你恶那些不收 临线那些就收 但我觉得重点从来 重点就是 他今天可以画到圈那么大 明天可以随时都用 就是一个反送中条例的土地版 我反送中 你以为我真的会送政治犯回去吗 我现在是捉一些经济犯罪 你放心吧 或者只是捉陈寧街 但你画好圈就不行 然后我就觉得很离谱 就是刚才周卿大师说 你这些犯人不是好吗 是好守护法治吗 经常都说 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 以法限权 我们就是要制行这个政府 不要让他们乱来 然后你就在这个土地政策里面 就帮他们摇旗立法 对的啦 收啦 什么都收啦 建多些公营房屋 为什么可以这么矛盾 那样东西对你有利 就可以完全罔顾法治 那样东西 就是我们讲话 可能是与你的利益无关 就立即换了面具 我们就是这个法治的守护神 这个才是你最令我作口的地方 就是收回土地条例 是斗地主 而斗地主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最有效方法 但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的用 就是这么说 其实现在香港 你只要有土地收回条例 你只要肯很广泛地使用 你是怎样收到的 就是大陆是收到的 反而我其实不太害怕那些 手指盘 现在的公屋的地都不够 你一定是收回来建公屋 可能都已经是有时间收了 但是我们从来讲法治 就不是讲眼前的东西 我们讲将来的东西 画到圈这么大 将来是连我和你层楼都可以收得的 因为我用来建首置 我便重建我层楼 如果层楼是旧楼 旧楼就变成首置 到时谁跟我打官司 难道我自己请律师 我又不是地产商 这些我觉得是很讨厌的 他这样搞的时候 就是你官司跟我打 如果可以打官司地产商 就不怕你了 现在你玩土地收回条例的意思 就是要玩到 地产商不敢 我成为一个惯例的 那件事你绝对不敢打官司 才会用这些东西 就是中共帮人收回的时候 有钱就谈好他 我们没钱就是朱凯迪反对 他就说你是最弱势的人 你哪有钱打官司 就收你那些 但问题就是你自己说 收回土地是先的 我要帮朱凯迪呈清清 他反对的由头到尾分 是本土研究社 你另一个的趁家 就是绝对支持土地收回条例 但他们肯定会反对 收那些农夫 这些也是很傻的一件事 你觉得他们现在的本土研究社的批评是什么 你用土地收回条例不要紧 你怎可以只收那些 无权无势的小地主 农民 你应该收一些地产商 大佬 从来这个世界都是弱肉强食的 动肯定是动肯定是动肯定的 就只是斩你想斩的人 他永远都会乱 不是只是神龙佳 对 这个就是从来香港的政治核心价值 为什么要少政府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政府 各样都做 因为他一有就会乱来 但我不明白在经过反送中 有这么大的教训之后 这个施政报告拿出这件事 全香港除了你之外 没有人评论 为什么呢 我又真的不明白 就是一个这么打击香港核心价值的东西 为什么是没有人会说的 就是这么说 我是赞成的 但是只不过是 你知道了 会有这样的后果 你才能赞成 就是说 我无所谓 我知道是这样的 不过我 明明是这样的 我都会赞成 但是 你和你完全不知道 有这样的后果 是赞成的 是有事 你的后果其实 是很少人能够承担 好 这次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